这个引发金峰乡公所难以解套的土地争议 主要是因为金生山原住民保留地是属于金峰乡公所 城中的农民都是台马里乡民 之所以造成原城租者抗议收回土地 主要是因为从民国58年到64年间 省政府开始办理土地总登记时 金生山总面积达300多公顷的土地 金型镇业化为原住民保留地 民国77年以后 因为土地的不足重新办理真化边 到了民国80年后 金峰乡公所土地停止承租申请 86年后金生山开坑使用的土地 都被视为违法占坑的土地 也就是目前金峰乡公所向法院提起 财务还地的民事诉讼约200公顷的土地 对于金生山土地目前交由台东新政府 进行管理规划 金峰乡公所虽然同意土地 暂时有县府管理规划 但强调接管前必须清查地上屋 以及土地使用情形 我们要把这个土地交给台东县政府 去管理的时候 他必须要先把上面所有有官 违法违规使用的情形 全部清除排除之后 政府才可以接管 金峰乡公所目前对于违法超限使用 甚至以及违法项目的土地 仍会采取查报 以及终止承租的处分 不过在金生山从事开坑 打扮四季以上的太马里乡 非原住民 也提出了先到这里开坑的说法 59人才总登记 清查总登记 那时候登记完以后 那我们也有在山上这边这些农民 就是说我们才有 跟金融乡公所那边就乘租 所以一直乘租乘租到现在 大家都相安无数 不过金峰乡长表示 金正山虽然无限期 承出给合法的承出农民 但乡公所的态度还是坚持 协助原住民族人取得土地所有钱 我们还是要非常坚持 原保地他原本的目标 就是要协助原住民 取得这些土地来维持他们的生计 这是根据宪法征讯条文 第十条的规定 所以我们希望县委员能够 紧守这个原则 由于台东新政府目前 倾向与合作农场开发方式 进行规划 双方争议暂时平息 但这块广达300公斤的 原住民保留地 未来乡公所要如何收回 目前没有时间表 但台东新政府表示 在争议处理好之后 未来原住民保留地 仍属于金峰乡公所 记者考察分享 辅助台东金峰采访报道